今天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日子 这个在过去中国说自动驾驶的公司 在整个的规控领域 基本上全部是用Lubase来写的 也就是说用手来写规则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当你在进行右转弯的时候 你会发现如何右转弯 它是靠大量的规则来进行适配的 小鹏从X9才从今天开始 会开始公测整个端到端的大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会利用神经网络来开始训练 用非常多的视频 实际的数据来训练出无限的规则 它会极大幅度地提高 我们比如说包括右转执行等 任何一个规划里面的 大幅度地提高准确性 且大量地降低代码量 所以从X9开始 我们后面的车 我们都会开始将小鹏的自动驾驶 升级到全新的端的端大模型 那么在X9 我们今天会宣布 小鹏会将两个模型进行升级 第一个我们会首发行业量产的2K的视觉的占用网络 其次是首发整个神经网络的规划控制的大模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小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里面是说你会看到在裸眼3D 它跟激光雷达已经一样的强大 实际上大家要想象一个事情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高清度的摄像头 无论在日间还是在夜间 无论是高感光还是低感光的模式下 实际上摄像头在很多情况下 它的看到的效果已经超越了人的眼睛 这是我们在数年前很难想象的 那么如果用高清的摄像头 加上新的我们的占用网络的算法 你会看到实际上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它已经比人看到这个现实的世界要更精准 为什么小鹏一直都相信 应该要用感知 用视觉感知来看整个世界 也要知道 全球所有的公路 交通法则和规范 都是按照人去开车来去设定的 都不是按照机器开车来设定 所以视觉的感知大模型 是最符合全球人类的开车逻辑的 那么其次 刚刚所说的 我们今天在公测的 就是规控着整个大模型 它是首个基于神经网络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将大量的客户在开车里面 实际的数据 包括人 车 天气 交通环境的组合 一起来进行训练 在今年的后面的时间 小鹏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里面 接近是最多的训练 算力 会开始进行大量的训练 所以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 小鹏的软件和AI的升级 会进入到一个超快周期 也就是我们每两个月左右 我们会全新训练 最新的大模型的能力 数据越大 训练越多 你会发现 在我相信 今年小鹏会远远超越 中国所有的自动驾驶的竞争对手 他们之前所说的是 要进入到新的一代 进入到中国最开始的 top的阵链里面 但是小鹏今年的自动驾驶 会自己超越自己 进入到再下一代的 老司机的时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德国小鹏在高速上的测试 小鹏今天的技术 在前年在去年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调整 就是为了高效率的全球化 跟中国化 就是为了高效率在中国跟全球 所有的地理位置 都能够有效率地完成 自动辅助驾驶 这个是中国以前厂商 跟全球以前厂商 都没有做到的 我希望在今年明年后年 大家会看到 小鹏的自动辅助驾驶 不光在中国做得好 而且在欧洲 在亚洲 在更多的国家 都能够做得好 能够让大家出国旅游的时候 也能够让小鹏在海外的销售车里面 都可以看到 中国最好的自驾 那么 今天我们同时会开始供测 AI天机系统 这是首个把AI 应用在智能驾驶 和能智能座舱的 全新超级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段小视频 我来看 needs to be seen 缺零零啊 在介入了大模型之后 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使用的小P将会升级为AI小P 我们相信比小P更聪明的只有我们的AI小P 我们跟行业领先的AI大模型合作伙伴质朴AI一起深度合作 让小鹏的AI小P具备多项高阶的AIGC的能力 那么欢迎媒体朋友们之后在我们的展台上体验全新的AI天机操作系统 那么在今天我想快速跟大家介绍几个有趣的能力 第一个是AI保镖的能力 也就是说小鹏的天机系统 在SR的感知能力正在快速提升 目前你会看到它在开车的时候 感知范围达到的1.8个足球场 里面的车能甚至包括撒紧盖 甚至包括悬挂的路牌等50多种目标物 在这50多种目标物的里面可以给你各种的提醒 来帮助你更舒适安全地去开车 同时小鹏的AI保镖会提供24小时的哨兵模式 那么同时我们会推出两项行业领先的能力 第一个是AI代价 AI代价就是模仿你开车的方式 学习你开车的习惯 也就是说学一遍就会 有路就能开 我们会每一款车提供了10条 最多100公里的开车的场景 同时大家会看到 小鹏的AI搏车用能力进行了大幅度提高 可以能不在车上 在车自动开 即使车身到旁边的车只有30厘米 这么窄的两边的3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窄位 都可以完全全自动的驳车 那么我们在下个月 我们选了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5月20号 会对于小鹏的 包括X9 G9 G6 P7I的车主 进行全量的推送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 小鹏从下个月开始 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在AI 软件OTA上面有大事发生 我们期望每个月 都会有小的体验 不断地让我们的 所有的车主们都会感受到 那么今天我还除了X9 以及X9的AI 全新的端了端的大模型的发布之外 我想跟大家快速分享几个小的议题 第一个 小鹏在今年Q3会推出 800千瓦夜冷 S5超快充 大家记住一点 一秒钟充电速度超过一公里 我们在今年 小鹏的超充的充电网络 将会扩展到 3000个充电站 进入到中国最大的几个 拥有自由超充站的公司机 第二个 我们在右边有 陆空一体式飞行汽车 在十年前 小鹏惠天进入低空飞行领域 没有人相信 在今年的CS展 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展示了 陆空一体式的飞行汽车 在CS形成了巨大的轰动 在今年的三月份两会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低空经济成为中国 未来新科技 特别是未来 在交通领域 在新能源领域的 巨大的想象力 那么小鹏在这个里面 长期布局 那么我们相信 低空的飞行 跟低空的飞行汽车 一定在未来的数年内 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个 我们 我们也会看到 我们的分体式的 陆地航母 在最近 已经开始做 四航的审定的工作 记住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做到的 我们期望 在今年的四季度 开始能够开启预售 我们期望让大家 很多的人 甚至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自由的飞翔 这是我们的梦想 最后 我想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 MOLA 我们的 全新品牌 MOLA 我相信是一个 颠覆创新的 全新的物种 在过去的 五到十年之前 我们相信 中国会有一款 拥有全新AI 拥有全新电动的一台汽车 拥有 很好的功能 性能 极美的颜值 且不太贵的成本 我们觉得在那个时候 做不到 经过了数年的时间 经过了我们 投入超过五十亿的研发费 我相信 MOLA 很快会到来 MOLA的英文就是 Made of new AI 我相信 在MOLA的车 的情况下 会在今年的下半年 创造 比我们的 非常好的 雷种 做的苏漆 我希望能够做到 比它更好的 销量 MOLA是一个 全新 不一样的 小鹏的 打造的一个产品 今天 这个我 希望在这里 可以看到 MOLA的一小角落 一个小角度 但是在六月 在今年 稍后的时间 大家会看到 更多 MOLA的信息 我相信 希望所有的 买车的同学 都要稍微等一等 可以等一下 一款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车 即将到来 那么今天的发布会 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说